为你细说佛陀萨和高增大德的事迹 为你介绍佛教明山大村的典故 转讲人地事 各位,上次我们讲到 原状法师觉得佛教经论的中文译本 部分散失残缺 有些甚至出现错漏 不能彰显如来真实义 于是就决意要去佛陀的原生地天竺 求取佛经原文 再译成中文,亦任后世 在唐太宗征观元年 即是公元627年 原状法师上表朝廷 请求允许他西行 但是得不到唐太宗批准 因为当时唐朝正当立国之初 又刚刚经历过原武门之变 政局还未稳定 与外族亦时有战事 所以就不准国民自由出入 既然朝廷不批准了 原状法师唯有正代时机是 过了两年 到了征观三年 即是公元629年 北方发生饥荒 朝廷唯有准许民众离境觅食求生 于是原状法师就混习在积民当中 偷出边关 开始踏上他西行取经的路途 当时有一位由秦州来长安 学涅槃经的僧人 要返回乡间避过饥荒 原状法师就和他一起去了秦州 秦州即是现在甘肃省天水园 他在秦州过了一晚 遇到有人要去兰州 又和他结伴去到兰州 那么兰州过了一晚 又遇到有人要回去梁州 原状法师又跟随他去到梁州 即是现在甘肃省武威远 梁州是河西都会 是与西域通商的枢纽 经常都有很多商股来来往往 法师在这里逗留了个几月 应当地佛教寺院的邀请 开讲《涅槃经》 《涅大成论》 和《波野经》等等 原状法师又将善信 供养他的金银财宝 转送给致院 在这个时候 有人向梁州都督李大亮通风报信 或有个僧人罔顾朝廷禁令 擅自离开长安 这个李大亮不敢违抗朝廷 于是就逼令原状法师即日返回京城 当地有个佛教领袖 维威法师 他一向都很佩服原状法师 对佛教而来的通达 又敬重他西行求法的志向 他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暗中派遣两个弟子 一个叫做惠林 一个叫做杜整 叫他们护送原状法师 逃出梁州 他们当然不敢日光日白 公然上路 唯有周福夜行 终于到达了瓜州 即是现在甘肃省安西远的东边 瓜州刺史独孤达 非常欢迎原状法师来到 对他恩勤供仰 法师就在这里打听西行的路径 他知道了 由这里向北行五十几里 有一条湖路河 但是这条河的河水很急 深不可测的 过了河之后 就是玉门关 是西行的必经之路 关外西北方 有五峰 即是五个风火台 每个峰相隔大约一百里 是有人铸守的 峰与峰之间 就是方凉地带 而五峰之外 就是伊吾国境的莫河延迹 即是绵延八百里的一大片沙漠 原状法师了解情况之后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之前人家供养他的马匹 来到瓜州已经死了 在瓜州担忍了个几月 正当无计可思的时候 由梁州都督李大亮所发出的 请法师过目 李大人 请法师实言相告 若然真是法师 下官必定为法师想办法 没错 没错 朝廷要捉拿的人正是贫增 那法师打算怎么做呢 呃 公民已到大人手上 贫增都无计可思 唯有束手就擒弃 那又未必 大人你 下官亦是法门弟子 而且非常佩服法师西恨求法的勇气 请法师速离此地 贫增一走 恐怕会连累大人你 法师不必担心 一切下官自有安排 请法师夹祖啟程 多谢大人成全 于是 袁状法师就立刻买了匹马 准备随时起程 但是这个时候 护送他来瓜州的两个僧人 其中一个道整 已经去了敦王 而另一个慧林 就不便远行 法师唯有叫他回去梁州 那两个人都走了 靠谁来引路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叫做石盆陀的胡人来到 请袁状法师收他做在家弟子 说愿意受五戒 还说可以护送袁状法师过五封 袁状法师听见这么说 当然大为高兴 马上为他准备衣服 干粮 马匹等等 希望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可以离开瓜州了 袁状法师能否顺利越过五封呢 越过五封之后 前面又有些什么艰难险阻呢 可惜今天时间不够 要留下一次再说了